線捲交錯飛旋 拉出的棉線 在高速回轉之間 迅速織成一條條織帶 這個有高清的 高清的 成衣袋裡面的 成衣袋上面的 它說的話是 就是它條條 就是做別的樣子 從做髮圈加工起家 一路擴展到鞋帶 通軍繩 衣褲神帶 識別鎮帶等等 用這平凡不起眼的神線 打出黃金結 我們目前提供的客戶 有一些比如說奧運 然後歐洲的士族 然後甚至就是一些大型的展覽 那大型展覽 例如是香港的這些 禮品展等等的 那就是我們主要的客戶 因為針腳綿密 受到國外常常青睞 運用在各種大型賽事 90年代一年能有上一條訂單 但受到產業外移的影響 現在卻只剩下不到一成 以前本來就說 這個跟現在已經差很多了 因為現在都外移到大陸去了 從現在開始應該至少 減了九成 校正好位置 將物品放在對應的地方 按下開關 又非印刷機台開始來回移動 沒用多久時間 就能印出色彩鮮明 線條清新的同樣 把試作品拿在手上仔細比較 看看左右兩邊 顏色粉質淺淡差了一些 線條的邊緣似乎有點模糊 而這些在蘇宏偉的眼裡 可過不了關 比較常碰到的問題就是 第一個就是顏色 因為顏色畢竟電腦的 螢幕的顏色 跟印刷顏色一定會不一樣 然後那再來就是說 太小的字 太小的字可能印出來就會糊掉 一反平日 靦腆溫厚的個性 只要與產品有關 蘇宏偉就變得催毛求疵 七十九年次的他 扛起了接棒的重責大任 想為傳產找到出路 我們最原始的字帶是 有時候地方真的少到不行 那當然加了這印刷之後 客人想要什麼圖案 就印什麼圖案 其實在這個台灣的市場上面 是有增加我們蠻多機會的 於是蘇宏偉想到要進行技術升級 花費千萬引進了四種 不同工年的印刷機 過去因為受限於花樣圖案的限制 因此售價只有八到九塊錢 但現在身價卻翻倍漲 能賣到十五十六塊 其實我自己也有收集一些 動漫的東西 那所以說我才會知道 這個市場其實蠻大的 對 所以我一開始進了機器之後 就開始找這些客戶 然後都是以往這個方向找 而身為資深動漫迷的他 把這身熱血灌注在傳產裡頭 建立每邊小組 自己設計IP角色 轉印在產品上做出差別 不僅找回流失的訂單 還成功開發新的客源 利用熱的轉印將印好的圖樣 覆蓋在布的上頭 從彩色口罩到客製掛帶 無所不易 原本念企業管理的他 對機械是一套不同 起初的理想報復 因為一次次的失敗產品 搞得灰頭圖鏈 但蘇宏偉可沒放棄 這股植傲讓他支出彩色未來 以前現在的客群就是 都是企業比較多 那現在就是多了很多 不管是個人的 或是這些文創的 或是這些IP的 或是這些動漫的 其實越來越不一樣 其實我的想法是說 越多元 那我們可以接觸的客戶就會越多 在布袋上細細的縫上口袋 進行加工 蘇宏偉利用多元化的產品 成功喬開市場 讓營收提升三到四成 打想轉型的第一招 算一個轉型 一個轉型 因為在我們過去都是印刷 然後接下來的動作就是 他從我們織袋 或者是所有的印刷類 他都可以開發出來 那這個步驟我們就覺得 是我老覺得蠻意外的 其實台灣創業很困難 訂單也沒有像以前我們那麼多 因為以前外銷很多單的 那他就有信心嘛 說做一些跟人家不一樣的 好 就下去做 慢慢他也很努力的去學習 然後也很努力的去做 到現在做的都已經有一定的規模了 然後照片在正中間 然後寫寫的 我就把它固定在中間 然後用這個桌上的防燙的膠帶 把它固定住 先是準備好喜歡的照片 再放上可愛裝飾 利用熱壓機打造每個人 專屬的特色包款 利用DIY課程 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 藉此剖析市場動態 補齊過去缺失的一環 他負責生產技術面的 那我就負責對外跟客人溝通接洽 跟消費者直接面對面 其實他會找我回來也是因為這樣 我就是消費者 蘇宏偉把在國外念書工作的姐姐 蘇昕梅給走了回來 借弟倆齊心拿出勇氣 要把夢想做大 還轉型發展觀光工廠 共同目標就是我可以幫助他 把他想要做的這個轉型做好 對 然後把品牌就是做到 大家都知道我們 姐弟兩位失去脈動 而果族不淺的傳產 重新找回方向 利用創新力編織出彩虹大道 你不能看見 我保證 陰 SAP 又死了 你怎麼看見